好 今天是十一點 我們繼續節目 今天我想講講《淫蝕及北亞物品條例》的檢討自信 經濟發展及商務局副局長蘇錦亮 即是新華女家國的民建院副主席 他擔大棋 當天開記者會行出來講 另外跟這個影史處處長 這個《淫蝕及北亞物品條例》在現行香港法例裏 是爭議性很強的一條法例 包括對於這個所謂《淫蝕及北亞》的定義 標準真是人言人恕 見人見智 亦都跟那個社會的潮流 或者整個社會的氛圍 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 這是千萬一 《大衛像勞渣》 又叫做淫蝕 這些真是沒有命的 上次去年的書展 上去搜書都夠膽死的 而且那些是藝術品 亦都被影史處的人上去騷擾 另外就是審裁處的審裁員 審裁員 過去大家都看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標準 很嚴重的 你執行那條法例 當然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而且審裁員有一個司法的性質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爭議很強的 所以我覺得執法有不同的標準 有些報紙是高 有些報紙是不高 所以搞到東方又在吵 就是這個原因 剛才我說過大衛像 露出的那個是東方的 搞到最後就是軒然大波 另外有一次黃菲的照片 又搞到軒然大波 諸如此類等等 都令人覺得這個不涉及北納物品條例 就是需要檢討 需要修訂 現在政府就好像純應民意做這件事 但其實看著內裡的權均 有些玄機 就不是這個意思 在這個所謂淫審條例的檢討 它有七個範疇 剛才我們說過 第一要重新定義淫蝕和不押 那你怎樣定義呢 現在我沒有那本書在這裡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我是坐這個panel的 我坐這個事務不會的 那這些條例呢 就是說這個檢討是關我們事的 它現在為期有四個月 就歡迎其他朋友提供意見 它分七個範疇 我們比較關注的是 關於規管互聯網的部分 為什麼要去規管互聯網呢 它的做法是提出 立法強制那個ISP提供那些過濾軟件 是吧 就是為了避免那些18歲以下的 那些青少年或者兒童 可以接觸到那些色情資訊 那它要做這個過濾 甚至乎就讀了一條蠶種招 要用credit card 是吧 這些呢 我們都反對的 那最近呢 在網絡裡面呢 就有 就是將這個所謂淫審條例的檢討 那個諮詢呢 就是給那個名字 它叫做網絡23條 是吧 那互聯網呢 這個虛擬世界呢 是自有自在的 我們今時今在做節目 又可以霸話操不受港管條例的限制 你這個比你走了第一步 打開的缺口 接著我們就有難了 是吧 不只是民間電台被人告 有只有一天我們做網台 都是可能有主多限制 那就是說 政府當然是說不會了 是吧 但是你現在這個做法 就比我們覺得 我們會有這種憂慮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消滅它 在萌芽的狀態 我在這裡呼籲各位網上的朋友 在你們的討論區裡面 盡量將你們對這個 淫審條例的檢討的意見呢 就是post上去 你明白嗎 所有的討論區 包括香港人網 小弟呢 就一定會做這件事的 你放心 你可以給我意見 你可以post上網 你可以將資料 即是傳來給我 將你的意見 是吧 我們就一定會收集所有的網民 對這一件 就是這個所謂的淫審條例 那個檢討的看法 是吧 我們一定會幫大家 就是盡量去反映意見 還有我自己都有些看法 是吧 那我的看法可能跟你很相近 我們很簡單 就是我們一定要堅持 就是這個所謂網上的言論自由 不能夠有任何認識的干預 況且這種做法 也都會防我這個資訊自由流通 不單只是互聯網 是吧 逢是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他要對一些所謂淫蝕及筆額物品 下一個定義的時候 他就基本上 跟著下來 就伸一隻手 就是干預你的言論自由 我告訴他 是出版自由的 在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 在法國 試過有一次 就是政府要通過一條 就是針對色情資訊的 那些這樣的條例 那些議員說我寧願 就是這些色情資訊 去毒害社會 我都不寧願通過這條條例 因為這個會開了一個惡例 是吧 去妨礙這個消息自由流通 和言論自由 那現在是一個互聯網世界 當然這個互聯網 是很好漢的 什麼都有 是吧 你要限制那些青少年 去接觸到一些 你所謂不想被他們見到的資訊 我想是通過教育的 不是通過一些法律去強制的 是吧 因為你到頭來 要妨礙到那個言論自由 我遲些會寫一篇 關於這些 就是所謂互聯網 那個言論自由 和現在現行法例那些 就是我會寫一篇 就是會寫一些這樣的文 是吧 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過去做了很多 就是研究 這個問題我們都比較關注 因為我自己做了ICP 都很早已經開始做 所以我們很清楚 是吧 現在你向那些ISP 動腦筋 就等於很簡單 就是 Yahoo 送司徒給共產黨 是吧 類似這些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現在政府用一個公權力 去限制那個 要逼那個ISP 大哥 現在不是現行犯罪嗎 是吧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現行犯 好像 那些網絡犯罪 是吧 你等於上次 都已經試過了 你是通過那些ISP 來拉那些 就是 upload和download 這個陳冠璽 任招 是吧 都是這樣做的 是吧 所以你這個做法 如果行得通的話 你又是去 對付那些 所謂 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是吧 Internet Service 就是Provider 是吧 你去對付那些ISP 是吧 那你ISP 有什麼辦法呢 被你捏住後腦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們還有什麼私隱 還有什麼言論自由 很簡單 那個危害是很大的 我告訴大家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 是吧 所以我們一定抗拒 我們不會讓他過骨 你不要跟我講大條道理 什麼色情資訊 什麼十八歲 你現在的年輕人 周圍不看鹹東西嗎 是不是 要看就 是吧 周圍都可以看 手機都可以看 傳播都可以看 要看就 是吧 所以那個是 你限制他看也沒用過 我的兒子小時候 我已經叫他看鹹網了 什麼都不看 是吧 就是看大家 那個想法是怎樣的 老實說 是吧 就是你 裝上電腦梯看什麼 是沒有意思的 你要教他 是吧 其實家長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通過一個教育 所以這個淫審條例 他現在檢討的幾個範疇 其中一個最有爭議性 就是規管互聯網 這些新的媒體 立法強制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提供過濾染卷這個 另外呢 就說他要改善現行的審裁機制 加強審裁處的代表性 第三 將第二類不雅物品細分為 只准發佈於十五歲以上人士級 只准發佈於十八歲或以上人士 兩類 以A而B 另外呢 這個執法部門的分工和執法模式 這個我們上次 就是港臣管器淫照的時候 我都講過 警察是好做不做 你真是做影視處的事 接著發瘋的拘捕人 對不對 不用你警察做呢 那個淫審這麼不納物品條例的 執行機關 是影視處嘛 你警察就是拘捕人 拘捕什麼 是吧 什麼意思呢